电子烟刚推出市场的时候 很多商家就主打电子烟 能够帮助烟民有效戒烟 作为行销噱头 然的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数据 就狠狠地打脸商家 电子烟使用者 其实反而更容易尼古丁上瘾 那电子烟到底适不适合 成为戒烟工具呢 针对这项迷思 身为医生的卫生部服务长李文才 今天就亲身为民众解答 副卫生部长李文才表示 卫生部并没有把电子烟归类为戒烟工具 现阶段只有政府诊所提供的 尼古丁替代疗法 也就是戒烟贴和戒烟口香糖而已 另外在今天这场防范自杀 步行活动上 李文才透露 首相署和总检察署正在探讨 废除已经不合时宜的 企图自杀罪条文 因为想要自杀的人士 需要的是精神专科医生 而非监牢 而目前卫生部所掌握的自杀数据 是无法反映真实情况的 尽管数据不够齐全 但过去五年就显示有356人自杀 李文才抛出惊人数字指出 在2014年至2019年 16岁以上患有精神问题的人 竟然高达29%